哈喽,作为全网最爱买毛衣的博主呢 认真跟大家唠唠,为什么毛衣没有平替 毛衣不像裙子,可以靠设计花火细巾 它是越简单越耐看 是上身胖石巾还是穿上反复美 区别就在于它的面料和剪裁 跟大家分享四件 单看不便宜,但值得投资的棕色细毛衣 第一件,来自于风恒大的Totimi 他们家衣剪裁和面料出名 这两年价格涨了不少 但是架不住它确实值得 我身上这件是他家经典的羊绒阔型毛衣 面料真的太好了 堪比Maximaro的水波纹 上身自带光泽感 为了突出它的质感 首饰上呢,我选择的是低调的银色配饰 耳环和右手戒指都来自于KVK 搭配上同色系的棕色皮固就是很好的陪衬 显瘦不抢戏 搭配上Gel Sander的骑士捐 极简又处处透露精致的秋冬脑前穿搭 让它轻松拥有 分享一支近期入手的可爱又使用的神料双肩包呀 装得下随身物品也装得了可爱 第二件,来自若家的阔型毛衣 当时低眼爱上是它的挑剔选色 混色摩卡灰太高级了 面料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身上这件是好流容的 贴身穿也不会觉得扎皮肤呀 版型相照于上一截没有那么阔型 一体成型的版型肩部处理非常漂亮 耳环的不对称设计 戒指和钻戒的适配度 使用率不要太高 单穿搭配皮肤靴子 就是秋冬经典的室内穿搭 分享一件我很爱的秋冬吸睛力气 羊毛披肩 我手上这件是COS去年的款式 双面羊毛设计 深褐色严谨适合通勤 驼色一面则更加适合慵懒的叠穿 皮肩相较于大意来说则更加灵活 适合凹造型 天凉的时候随皮带肩上 慵懒又精致 手上这只豹子头的圆饼包 是我今年秋冬发现的小众可爱 我第一次购买Catsby他们家的包包 主要是颜值真的太高了 十字绣的豹子栩栩如生 可爱的同时 也削弱了整套穿戴的贵服感 第三件是款式特别的高领毛衣 来自于PT Studio 算是这期性价比最高的一件了 秋冬的时候呢 超喜欢把自己埋在衣服里的感觉 这件高领毛衣就满足了我这个小心愿 米色棕色白色拼接 简洁好看又吸金 分享一对超酷的戒指 是我今年找圣诞节礼物时候发现的对接 因为男生都会拒绝戴过于精致的首饰 这个酷酷的骨头元素戒指就很适合送给直男对象 我今年真的是入了LV老花的坑了 棕色老花和秋冬的适配度不要太高 这一身同色系穿搭可以直接照搬闭眼出门了 以及一集分享一件秋冬的马甲 是我在Mongo打着网站上淘大的宝藏 蓝白配色温柔又亮眼 重点是上身太太太温暖了 穿上身就是满满的安全感 下一马我就可以去西伯利亚打胸了 秋冬就要穿墨基基奶夫妇的羊羔毛牙 被自己可爱到了 最后分享这期最修身的影线棕色系毛衣 看logo就知道是来自于AMI 真正这件是大家经典的羊毛毛衣 相近于之前的三件 这个明显更适合作为类搭打底来穿 衣服的颈部虽然是小圆领 但并不勒脖子 穿着上舒适感超级好 这件最值得夸的是它的版型 适当的宽松但不显胖 腰部自然弧度很显瘦 肩部也处理的很舒服 面料虽然不是羊绒 但摸起来非常丝滑 如果你需要一件万能打底衫 那AMI就是很好的选择 最后分享一只今年秀长新款的大豌豆包 也是我喜欢的老花系列 皮料拼接太太太太太好看了 搭配上同色系的风衣 三种面料的碰撞就非常有质感 同色系的精髓呢就在于和而不同 这件风衣真的是小个子浮衣 版型非常挺阔 上身不压身高 最后这套是我秋冬出门最选的穿法 温暖不失精致 质感又不累赘 感觉只差一个韩剧的男主角了吧 说回秋冬毛衣 真的是宁缺悟难 一件做工精良剪裁合适的毛衣 可以陪你走过很长的四季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我本期视频投币点赞收藏转发 你的支持就是对我视频最大肯定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